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生活不错 三百多块钱 比在老家的蘑菇棚里干一周转的还多 就在我准备推着餐车里开时 一个声音从头顶响起 还有盒饭吗 给我来一份 我猛地抬头 正好对上一双精亮的眼睛 眼睛的主人是个身材魁梧 皮肤幽黑的中年男人 有 不过有些凉了 我如实地回答 不要紧 给我来一份 有生意要做 我手脚麻利地打开餐盒 开始给他盛菜盛饭 饭还有不少 菜只剩下汤汤水水 我多加了两勺饭 把菜都盛给他 又给他泡了汤后递了过去 这份你吃吧 不收你钱了 菜都卖没了 男人没吭声 我心里有些不悦 只见他蹲下来开始大口往嘴里扒了 等我再次收拾利落时 他已经吃得七七八八 从钱包里掏出十元钱 放在我的摊子上 随口说了句 你这菜的味道不错 说完 不等我把钱还回去 他就甩着大步离开了 我看了看手里的钱 迟疑了一下 将他塞进钱包 晚上 女儿小米给我打了电话 兴奋地告诉我 他考试得了一百分 听着小米的声音 一天的疲惫 烟消云散 我笑着 说他真厉害 听到我的夸奖 女儿十分得意 献保式地告诉我 他这几天 一直在帮姥姥做家务 还给舅妈 看壮壮表弟 女儿的语气里 全是骄傲 可我听得一阵心酸 他才不过七岁 妈妈 我能告诉你 一个小秘密吗 女儿的声音 突然小了下来 我温柔地 说了一个好字 妈妈 等你回来时 能不能 给我买一颗小熊饼干 就是图案是小熊的 上面 还有奶油的味道 壮壮吃的时候 我在一旁 闻着特别香 女儿在电话那头 手无足蹈地比划着 而我的心 早已千疮百孔 血肉模糊 妈妈一定给你买 我强忍着泪水 向女儿保证 听到我的许诺 电话那头的小米 高喊着妈妈万岁 妈妈 我还有句话想跟你说 你能不能 早点来接我 女儿语气里的哀求 终于让我泪如雨下 慌乱地挂了电话 我失声痛哭起来 往事一渐渐向我袭来 我叫万真 今年三十岁 是一个礼仪女人 目前暂住在娘家 跟妈妈和弟弟 一家生活 我和前夫李斌 是惊人介绍的 那时候 年轻不懂得生活极苦 加上 爸爸需要我的彩礼 给弟弟讨媳妇 于是 就让我胡乱地嫁了 婚后 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 可惜很短暂 从李斌爱上赌博后 戛然而止 李斌的初衷 或许是好的 希望能给我和小米 更好的生活 可惜 现实太过骨感 她在赌场 频频失忆 却不知悔改 把家里能卖的东西 都换了钱 甚至 连孩子的奶粉钱 也不放过 我跟她吵过闹过 希望 她能够回心转意 换来的 却是她的谩马 和拳打脚踢 让我恶心的是 为了钱 她竟然打起了 女儿的主意 李斌打算把孩子 一万块钱 卖给别人 要不是被我及时发现 后果不堪设想 曾经的美好 变得面目全非 我以最快的速度 结束了这场破败的婚姻 离婚后 我没有住处 只能回到娘家 可惜 结了婚的女人 是没有家的 回去的第三天 弟媳妇小鹿 就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起因是 妈妈做饭 言放重了 小鹿插着腰 大吼着 我们家里不养闲人 什么都做不了的 趁早滚蛋 妈妈委屈的眼泪流了下来 不停地解释说 自己不是有意的 女儿被争吵声 吓得全在我的怀里 我有心想要还嘴 却说不出任何反驳的话 因为这场假 是为我吵的 我妈是替我受过 事后我向妈妈道歉 对不起妈 是我连累了你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搬出去 妈妈听了我的话 瞬间 老泪纵横 拍着我的肩膀 压抑地说 我这苦命的闺女啊 是妈没本事 不能好好保护你 你结婚时 妈做不了主 现在 你无依无靠了 妈还是帮不了你 妈妈的声音里 透着悲痛 我听了心里 五味杂陈 就在我们母女俩 准备互诉中场时 客厅里的旅盆 落在地上 发出了刺耳的响动 这是小鹿故意的 环顾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家 我不禁悲从中来 他们应该全都忘了吧 这个房子的首付 可是我的卖身钱 回到娘家后 我承包了弟弟家所有的家务 还按时给小鹿生活费 尽管这样 弟弟两口子依旧不满意 要么在我面前哭穷 要么在家里纸丧骂怀 为了能尽快给女儿一个安身之所 我思量过后 决定外出打工赚钱 妈妈很支持我的决定 并且承诺帮我带小米 虽然有万般不舍 我还是狠心离开了家 第二天 临近收摊时 那个男人又来了 想到昨天占了他的便宜 盛完饭菜后 我又给他加了一个鸡腿 男人狼吞虎咽 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又把餐盘递过来问我 还有吗 我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 都卖光了 这是最后一份 男人笑了笑 从钱包里拿出15块钱 放在摊位上 打算离开 你给多了 盒饭10元一份 我把多出来的5块钱递给他 那个算鸡腿钱 男人干脆地回答 走出几步 男人又折了回来问 你在这里 一个月挣多少钱 看到男人认真的表情 我有些害怕 以为对方是老赖 想要收自己的保护费 下意识地捂住了钱包 结结巴巴地说 挣 挣不了几个钱 我财烂没几天 我没钱 男人被我的迥样逗笑了 抬手递了一张名片给我 认真的说 你别误会 我在这附近的工地上班 想要找个做饭的师傅 我看你手艺就不错 我双手接过名片 仔细地看了两眼 原来 男人叫李志诚 是建筑队的队长 男人见我如此认真 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他们说 有了这个 以后 别人找我干活 更方便 我点了点头 把做工有些粗糙的名片 还给李志诚 你觉得我行吗 我迟疑了一下问 行 一个月三千 包吃住 你要是觉得可以 明天就上岗 不过 饭菜的质量和味道 得保证 听了李志诚说的工资 我的眼里都含着笑 爽快地说 你放心 我指着这份差事养孩子 肯定保你满意 只要你信得过我就行 李志诚说 信得过 信得过 对了 你今天就把行李搬过来吧 我给你找个单间 我欣喜万分 有些局促地 说了声谢谢队长 行李是李志诚找的两个人 帮我搬进去的 我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把屋子打扫干净 花了十块钱 买了两盆花 摆在窗台上 然后 又用碎布片和海绵纸 把屋子装饰了一番 李志诚路过我的屋子 一下子愣住了 原本只是一间杂货间 在我的改造下 变成了温馨的家 李志诚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李志诚的工地人不多 三十几个 做起饭来得心应手 我做菜的味道不错 饭也给得足 加上菜品的主食总是翻新 工人对我的手艺赞不绝口 除此之外 食堂的支出比预期还低 因为买菜时 我会砍价和挑食段 买的食材新鲜又便宜 李志诚见我做事踏实 不贪小便宜 直接把财买的大钱 交在我的手上 我笑问 队长 把钱交在我的手上 你放心吗 放心 不过 你以后就得多受累 我爽力地说 不打紧 累不着 李志诚虽然是领导 可总是最后一个来吃饭 每次来吃饭的他 总是灰头土脸 眼睛里透着疲惫 衣服皱皱巴巴 全是尘土 他比工人更像工人 毕竟是我的衣食父母 我会给他多留一些饭菜 放在锅里热着 一天 工人们收工来吃晚饭 却迟迟不见李志诚来吃饭 碰到一个熟识的工人刘明 我随口问了一句 队长怎么没来 理工病了 人在屋里躺着呢 他的话让我心头一颤 我利落地用保温盒 装好饭菜 然后交到那个工人手上 麻烦你 把这个给理工送去 生病了 更得吃饭 万姐 我女朋友在门口等我呢 我俩好不容易见面 你还是自己送去吧 刘明说完这句话 一流烟不见了 我叹了一口气 提着保温盒 来到李志诚的住处 敲了几下门后 屋里传来了虚弱的声音 进来吧 门没锁 队长 我见你晚上没来吃饭 就把饭送过来了 打开门后 我出了屋里喊了一句 然后环视了一下四周 屋子里有些乱 一看就是很久没有收拾 衣服鞋子随意摆放 茶几上全是烟头和果皮 地面也很久没有扫过 见我进来 李志诚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我赶快迎过去 把他扶起来 拿了一个枕头给他靠着 李志诚的脸色很难看 苍白中带着青色 队长 你怎么了 用不用去医院 我关心地问 胃病 老毛病了 不打紧的 他的话 让我盛饭的手 僵了一下 饭胃病的人 不能吃米饭 太硬了 队长 你等我一会儿 胃疼不能吃米饭 我去熬粥 太麻烦了 我吃一口就行 李志诚伸手 想要拿我手里的餐盒 却被我躲开了 不麻烦 你等我一会儿 我很快端了粥回来 担心他嘴里没味儿 我特意加了红糖和枸杞 李志诚应该是饿得紧了 连喝了两大碗 就在他准备成第三碗时 被我制止了 你胃疼 喝太多更不舒服 李志诚被我的话说得有些囧 脸有些泛红 我也有些不好意思 赶紧岔开话题 队长一定是大鱼大肉吃多了 才觉得青猪好喝 李志诚自嘲地笑了笑 我常年在工地里 哪有什么大餐 马上就过年了 放了假 嫂子一定会好好犒劳你 我呵呵地笑着 哪还有嫂子 我们马上离婚了 正在办手续 李志诚的话 让我想扇自己两个耳光 气氛沉闷 又有些尴尬 那几天我一直给李志诚开小灶 粥或者小疙瘩汤 很快他的胃病好了 人又变得活蹦乱跳 为了感谢我的照顾 李志诚给我买了一条丝巾 我不肯要 李志诚故意唬着脸说 我是领导 亲我的 摸着柔软的丝巾 我的心里荡起阵阵涟 一天我在打饭 突然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电话里的他气不成声 告诉我 小米出了车祸 让我赶紧回去一趟 手里的菜勺应声而落 我亮腔着往外跑 一下子跟李志诚 撞了个满怀 我说了句对不起 就想往外冲 李志诚 却一下子拉住了我 半阵 你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 李队 我请几天假 要回老家一趟 说着我跑了出去 我在路边 焦急等着车 一辆黑色大众 停在我的身边 李志诚探出头来 赶紧上车 我送你去车站 我私女亲切 顾不上寒暄 果断跳上了车 车上 李志诚见我脸色极差 关心地问 我出了什么事情 我这才把女儿车祸 以及自己的情况 意图为快 李志诚听得一阵唏嘘 都是苦命人 他感叹道 你别着急 我送你回去 放心吧 孩子肯定会没事的 有我在 李志诚紧握着方向盘 认真地说 他的这句话 瞬间戳中了 我心头最柔软的地方 平时习惯了 伪装坚强的我 突然山然泪下 李志诚慢慢地伸出手 迟疑了一下 把手附在我的手上 别哭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知道 自己应该把手抽出来的 可是 她手心里传来的温度 让我莫名地心安 这一刻 我决定放任自己 沉浸在她的关怀里 还好 小米的情况并不严重 只是小腿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医院里的手续 都是李志诚帮我办的 我只管安心地陪着孩子 很久没有体会到 有人依靠感觉的我 看着他跑前跑后的模样 眼眶竟然有些湿润 李志诚安顿好我们后 又返回工地 临走前 塞了一万块钱给我 要是钱不够 就给我打电话 握着带有李志诚温度的钱 我的心又一次悸动不已 再次回到工地 我和李志诚都有了变化 我在李志诚面前 做不到之前那样坦坦荡荡 面对他时 总会不经意想起 他身上的荷尔蒙味道 李志诚看我的眼神是灼热的 多了一份期待 我们之间有暧昧的因子在流淌 好多次 李志诚对我欲言又止 我期待他能说出口 又害怕他会说出口 直到有一天 刘明心急如焚地对我说 万姐 你快去看看吧 李队也从脚手架上摔下来了 人在床上躺着呢 他的话让我手脚冰凉 我不顾一切地冲了出去 奔跑的路上 不停地祈祷着李志诚没事 这一刻 我终于看懂了自己的心 我猛地推开门 悲壮的一幕并没有发生 李志诚笑得格外得意 今天的他很不一样 西装革履 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连皮鞋也打了油 手上还捧了一大束玫瑰花 万真 我的心思 我不相信你看不出来 我想跟你一起过完下半辈子 你愿意吗 李志诚说着 单气下跪 把花递了过来 我紧张极了 嗓子有些发干 我负担重 咱俩在一起 你吃亏 吃亏是福 万真 我对你是真心的 自从遇到你 我才觉得 人生是有笨头的 你能给我个机会吗 我低头 看着自己的手 粗糙黯淡 长满老茧 是该为自己 找个依靠了 可是 李志诚 真的是良人吗 就在我拿不定主意时 李志诚的一句话 给我吃了定心丸 我会把小米 当成亲闺女对待 如果你点头 我这就把她接过来 听了这句话 我热泪盈眶 重重地点了点头 因为 女儿就是我的软肋 也是我活着的希望 我不想 再让她受任何委屈 而这次女儿出事 并不是意外 是小鹿 将她推到了路中央 那天 小鹿带着两个孩子 去溜达 小米手里抱着一个娃娃 那是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女儿一直很宝贝 壮壮调皮 见她抱着娃娃不放手 就跑到她的手里去夺 小米死死地护住娃娃 平日里做惯了 小霸王的壮壮 第一次被小米拒绝 生气到不行 一边骂小米 一边动手 挠了小米的脸 小米吃痛 松开了手 壮壮拿到娃娃后 第一件做的事情 不是喜欢 而是摔在地上 用脚使劲地搓粘 她的举动 对小米来说 是致命的打击 因为在小米心里 这不仅仅是娃娃 更像是妈妈的陪伴 于是 她像疯了一般冲过去 将壮壮推到一旁 小心翼翼地捡起了娃娃 壮壮脚跟不稳 做了一个屁堆 在地上打滚得好 小露哪里受得了 儿子受委屈 生气地 用力推了小米一把 小米踉跄了几步 跌倒在路中央 恰好 有一辆电动三轮车 飞驰而来 这些事情都是小米偷偷告诉我的 她还让我替她保密 说如果舅妈知道了 就会打她 姥姥也会跟着挨骂 女儿的懂事让我无比愧疚 所以李志诚的话戳中了我的软肋 我和李志诚在一起了 他搬进了我的小屋 工友们开始喊我嫂子 李志诚很体贴 跟前夫截然相反 他跟我说话时 总是柔声细语 偶尔会给我小惊喜 喜欢跟我畅想以后的生活 他把一张银行卡 交到我的手里 告诉我说 里面有二十万 这是他给我准备的彩礼 不忙的时候 我们会去市里的售楼处看房 李志诚在房子里 比划着设计的构想 我的心里暖暖的 我真的很想 有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天 我和李志诚在吃饭 是他最爱的红烧肉和第三鲜 我怀孕了 正在巴拉饭的李志诚 明显一愣 筷子停顿在半空中 再抬头看我时 眼眶都红了 李志诚很喜欢孩子 一直念叨着 让我给他生个小孩子 真真的 什么时候知道的 他的嘴唇都在颤抖 两只眼睛闪着光 看他这副反应 我突然有些后悔骗他 赶紧解释说 我逗你的 还没有结婚 怎么生孩子 我可不想未婚生子 赶时髦 我分明感觉到李志诚的怒气 拿着筷子的手骨节 分明呼吸 都变得沉重起来 以后别开这种玩笑 说完 他又埋头巴拉饭 我知道他很生气 我知道他很生气 因为李志诚再也没加过一口菜 我在洗碗时 李志诚突然从后面抱住了我 刚刚是我态度不好 我向你道歉 我太想有个属于咱们的孩子了 我想用孩子绑住你 这是李志诚第一次跟我说这么煽情的话 那我们结婚吧 我想跟你永远在一起 李志诚把头埋在我的井窝 用力地点了点头 等我从老家回来 我们就领证 李志诚这次回老家去了很久 久到 我已经打包了自己的行李 搬出了那间屋子 见我提的行李箱 李志诚一下子慌了 拉住我的胳膊 问我想做什么 去该去的地方 简短的几个字 让李志诚手上的力度小了一分 我又把卡拍在他的手上 这份彩礼 我怕是也收不起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 李志诚的力度又小了两分 眼睛里的光一点点熄灭 我抬手把他的手拉开 提着行李离开 反正 我真的想跟你结婚的 李志诚在我的背后喊了一句 我的身子顿了一下 没有搭话 更没有回头 随后加快脚步 曾经我也以为会跟李志诚地老天荒 直到那一天 那天 我正在清洗在菜市场里买的鸡爪压货 准备给大家做点乳味 这时来了一个中年妇女 进了厨房 左瞧瞧 右看看 眼神不时地在我身上打转 我把她当成来找工作的人 热心地问 你是来应聘的吧 我们李队今天不在 女人上下打量 你就是万真吧 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我是来找你的 找我 你是 我是李志诚的老婆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 当时就傻了 李志诚告诉我 说他离婚了 还把离婚证拿出来 给我看过 现在凭空蹦出一个老婆来 我到底该相信谁 我胆怯地向后退了一步 故作镇定地说 现在什么人都有 还有冒充别人老婆的 女人见我不信 麻利地背出了李志诚的手机号码 和身份证号 还把两个人的合照和结婚证拿出来 我低头一看照片 这不是李志诚 还能有谁 眼前的证据 让我的冷汗都冒了出来 结结巴巴地解释 大姐 你别误会 我跟李队什么事情都没有 我就是工地做饭的 真的 最后两个字 咬得有多重 我就有多心虚 烟火气十足的画面 床上的温存 都像是鞭子 狠狠地抽着我的脸 妹子 你别害怕 你和李志诚的事情 他早就跟我说了 我今天来 不是找你问罪的 就是过来看看 我儿的亲妈 到底长成什么样 什么 丈夫偷吃钱 向老婆报备 等等 我儿的亲妈 又是什么意思 我的毛孔全被打开了 恐惧感 钻进了我的身体 女人说 李志诚是个好男人 是我对不起他 唉 我这辈子 欠他的太多了 随即 女人打开了画匣子 女人 名叫丁香 是李志诚的结发妻子 两个人从小认识 算得上青梅竹马 初中毕业后 二人一起外出打工 因为早就暗生情愫 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为了生计 他们做过很多工作 丁香23岁那年 他和李志诚 开了一家混沌店 生意异常火爆 次年 李志诚向他求婚 给他办了一场 风风光光的婚礼 婚后第三年 有流氓来店里闹事 丁香为了保护李志诚 替他挡了刀 那会儿 他正好怀着孕 虽然保住了命 可孩子却掉了 因此还伤了子宫 从此就失去了 做妈妈的机会 丁香想过离婚 可是李志诚说什么 也不愿意 他说 没有孩子没关系 他会把丁香 当孩子来宠爱 更何况 丁香是为了他受的伤 如果他选择离开 简直是猪狗不如 丁香想过领养孩子 可是 李志诚一直不愿意 他说 丁香的身体要紧 多一个孩子 就多一份责任 身体恢复好的丁香 再次谈到了孩子的事情 并且 愿意接受 李志诚的孩子 开始时 李志诚死活不松口 是丁香的眼泪 让他缴械投降 我没办法给你生孩子 可是 我想给你留一个骨血 证明你在这个世界上 走过一遭 你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李志诚突然抱着他 放声大哭起来 丁香说完这些话时 早已经泪流满面 而我却听得心里一阵个影 我心心念念的真相 原来是一场闹剧 我不过是个生孩子的机器 别人的一枚棋子罢了 志诚选择你 应该看上你的人品 我听他说 你人不错 丁香的这句话 看似表扬 实则 讽刺意味极浓 你就不怕 他会跟我假戏真做 我被他说得有些恼怒 忍不住还口 不怕 我选的男人 心里有数 你要是不信 可以试试 丁香的胸有成竹 让我更加狼狈 你放心吧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我听他说 你一直想买房子 如果你真的 能给我们生个一男伴女 首付的钱 我替你出 卖子求钱吗 我没有他 想得那么不堪 不需要 首付 他已经给我了 我想要扳回一局 丁香看了看我 然后笑了 志诚说的没错 你这个人 很单纯 女人说完这句话 就擅自离开了 我知道 他来看李志诚是假 给我下马威 才是真 其实 他真的多心了 如果知道 李志诚 是个已婚男人 无论多优秀 我都不会招惹的 虽然 我的物质生活 很贫瘠 可是 精神却是高贵的 扫三这种事情 我做不来 丁香的笑 一直让我 如梗在喉 于是我去银行 查了那张卡里 钱的数目 当我看清 里面的数字时 心里的那点小西计 顿时破灭了 250块 08毛 这一瞬间 我觉得自己 就是个250 为了让自己 彻底死心 才有我 谎称自己怀孕的一幕 离开后不到半年 我从刘明口中听到 李志诚工地停建 整改的事情 李队 也真够倒霉的 罚了20多万 哪个搞建筑的 不在材料上 偷工减料 偏偏他出了事 刘明不停地扎舌 我低头吃菜 没有吭声 万姐 你怎么跟李队分了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他对你挺上心的 刘明继续八卦 不合适就分了 我继续低头吃菜 你说的也对 不能吞你带水 毕竟男人都不是 长情的种 刘明话里有话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万姐 我要是说了 你可别难过 李队又叫新女朋友了 是工地附近 新开的发廊老板 不过 他可没你好 人很精明 又很厉害 将来 肯定会把李队 吃得死死的 不过呢 刘明又来了一个转折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 很平静 刘明突然有些泄气 你真没见 我都没有说下去的欲望了 他大口大口吸流着面条 不过呢 那个女老板见李志诚事业没了 就把他蹬了 现在李志诚爱情事业双失利 灰溜溜的滚回老家了 我接着他的话说 哎呀万姐 刘明向我竖起了大拇指 倩诗剧都是这样演的 我笑笑 其实我知道的远比他说的多 李志诚如法炮制 企图用对付我的招数 来骗那个女人 离异女人无依无靠 最怕别人突如其来的温暖 于是他上钩了 就在他打算为李志诚赴汤导火时 我用一盆冷水将他浇醒 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他 发廊的老板可是个雷厉风行的女人 他直接做了调查 发现我说的句句属实 于是跟李志诚和丁香大闹了一场 扬言李志诚如果不给他补偿 他就告对方强奸 还说要把他的丑事抖落出去 出来混的人都要脸面 李志诚只能花钱稀释 至于李志诚被查 也是我匿名举报的 对于这一点 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冤 带房子偷工减料 就是拿住户的性命开玩笑 他活该受罚 很多人好奇我为什么会跟刘明成为朋友 因为人性 一天我带小米去医院看牙齿 恰好看到刘明带着一个姑娘去妇产科堕胎 不凑巧的是我认识他的女朋友 而那个姑娘又恰好不是 我好心地帮刘明支付了无痛人流的手术费 他就交了我这个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我也想过直接把这件事直接告诉刘明的女朋友 仔细斟酌后放弃了 感情这种事容不得别人插手 越帮越乱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 一个陌生号码给我发来消息 那件事是你做的对吧 我知道是李志诚 没有理会他 继续做自己的事情 随后那个号码给我打了电话 我果断按了挂断键 不久李志诚又发来消息 对不起 我盯着这条消息很久 然后扯了扯嘴角 很快他发了一大段消息 万真 你过得好吗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可是 我的心里还是想着你 我是真的爱你 你能再给我一个机会吗 看着他发来的消息 我哈哈大笑起来 是觉得我好骗 还是对我余情未了 无论是哪个 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因为迟到的深情比草还清贱 你就不怕我把消息转发给你老婆吗 我手指翻动 迅速回复了一句 我猜李志诚一定会心跳加速 闲来无事时 我把跟他的过往捋顺了一下 和他在一起时 我很快乐 也不排除他对我动了心 有了情 可是 在爱情和现实面前 他选择了后者 还有丁香 一个功于心计的女人 他来找我 绝不仅仅是示威 更多的是自救 经历了这么多以后 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求人不如求己 我把女儿接到了身边 按揭买了一个房子 房子很小 但胜在温馨 前夫也来找我复合 不过被我拒之门外 我当初没有本事让他回心转意 现在也没有精力陪他再苦一次 也有男人追求我 不过 我不会再轻易恋爱脑了 因为 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 与其把赌注压在别人的身上 不如 好好修炼自己 两年后 一个老实的男人向我求婚 此时的我 早已实现了经济自由 他对我和女儿很贴心 也没有那么多心思 还有 李志诚和丁香离婚了 因为 充满算计和谎言的婚姻 不可能长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